我們現場來了一堆三胞胎 甚至有兩組是 歡迎幾位媽媽 歡迎 Lily媽咪 妳這裡面最偉大的 四胞胎以外 外面還有一個老大大 妳有五個 總共生五個 妳幾歲而已 妳怎麼生到五個 沒有 什麼 那妳真的是兒童臉 我還原妳20幾 妳才太誇張 真的 外面這個是老大Nike Nike 不錯 嗨 哥哥 旁邊這三胞胎可愛的妹妹 也是妹妹Lisa 媽咪妳好 媽咪 這是妳的第一胎 對 這是我的第一胎 好 直接三個拉出來 家裡還有一個弟弟 還有弟弟 所以妳還有 所以妳是穿完這三個以後 就是剛好就有了啦 不小心的 不小心 妳也太不小心了 爸爸厲害 這邊 小韓 媽咪 女生 妳好 這個是藝卵 雙胞胎 三胞胎 對 藝卵 他們兩個是銅卵 銅卵 是藝卵的 妳這個2加1耶 我家裡還有一個老大 還有老大 妳是要生父的啦 妳們真的都很厲害 妳們今天來看 真的很振奮台灣妳知道嗎 因為台灣現在 因為我們人口在老化 是 所以就靠你們來真正的 真產暴國 對 他現在的問題 麵粉袋上面都寫的真產暴國 就是這樣 還有這位瑪莉 我們的雅汁 雅汁瑪莉 四胞胎啊 嗨 你好 妳就生這麼一胎 對 有哥哥或弟弟 沒有沒有 一拜就是 這四個小朋友 妳認得出來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真的出來 一定會搞混 媽媽一定認得出來 但爸爸是不是就不一定 爸爸也認得出來 厲害哦 爸爸比較認不出來 有時候是媽媽 媽媽 喂 不要亂講 喂 認不出來還是媽媽 EVA 長榮航空的 EVA EVA 身三個 妳這個滿大的耶 四年級 四年級 對 現場唯一一組的男生 男生 整組都男生 整組都男生 他裡面有穿插女生的 這三胞胎 太值得契賀了 有沒有看到 再來我們這邊 白醋媽媽 白醋 為什麼叫白醋呢 吃任何東西都要加醋 對 愛吃醋 對 什麼醋都吃 這兩個男生一個女生 對 一軟雙胞胎 三胞胎 三顆軟 對 哇 妳怎麼軟那麼多 還好多喔 一排就三顆軟 藝能界還有在動軟的 跟你借一顆不就好了 對啊 很多人在動 對不對 就是他們之前說 他們生病都一年365天 大概360天都在醫院嘛 對不對 其實 我跟妳說 因為我們家小時候 他差不多三歲多的時候 也是生病 那個病程都會拖到兩三個禮拜 後來我就讓他們全部都 沒有 全部下來都關在一起 就是他可能開始發病的時候 我就把他抓過來一起玩 這樣偷偷就一起開始感冒 就關這個感冒完之後 再兩三天好了 換他 不如他一起感冒 對 我就讓他一起感冒 這樣比較快 一起治療 腸痛不如膽痛 妳這樣子很辛苦 一個一個在感冒 一個一個感冒真的比較辛苦 因為他整個病程 會拖到大概兩三個禮拜 幾天喔 一起 一個禮拜之內就差不多結束了 就好了 再牙齒 牙齒 怎麼樣 妳怎麼剩下一個 都在裡面 對 我覺得光睡覺的時候 就讓我覺得很崩潰 因為他們四個的那個 生理時鐘都不太一樣 座席都不太一樣 他們各自有時差 睡一起嗎 對 睡一起 哇 那妳完蛋了 那不可能啦 那一個起來就玩啦 對啊 因為我就是平常都是他們 他們試著跟我睡 他們直接聊他的頭 沒關係 他們自己玩 沒事 沒關係 給他們自己玩 因為有的早睡早起 有的晚睡晚起 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個 他們就是玩到兩點多才睡覺 一個早睡的就四點就起來 然後就不讓我睡 所以就整整只睡了兩個小時 我就覺得好累好累 但是對付他們 要讓他們睡也是 也不是說沒有辦法 就是說你要跟他們講說 媽媽 再不睡覺就給我出去 他們就會知道媽媽生氣了 就會都安靜下來 還要看臉色 可是他們還會觀察說 我有沒有睡著 如果發現我都沒有動靜 他們就會 嘿嘿嘿 開始起來做 找了 對 開始玩起來 找了 他睡著了 這時候就要把那個帶頭的 給抓出來 然後其他沒 其他的人沒有細唱 他就會自己就睡著了 對 媽媽好像在帶一個軍隊一樣 對啊 還要有策略 對啊 我是到七週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是散胞胎 一開始的 七週 對 那時候只有雙胞胎 然後七週檢查的時候是散胞胎的時候 那時候護士就先叫一聲 護士先叫 他說 我說怎麼了 因為我之前有流產過 好像那個 我們到超商 買雞蛋 買到雙黃的 對 真的 這輩子他那一叫是把我嚇到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流產過 所以我想說他這一叫是我的 妳是在叫什麼 對 我的叫 又沒心跳了 妳又叫沒有 對 我想說怎麼 我想說怎麼了嗎 他說 妳這樣有遺傳嗎 我說遺傳什麼 他說 遺傳雙胞胎的基因嗎 我說我外婆有 他說因為又多蹦一個出來 所以變三個 三個 對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開始就是 不是很好的開始 因為我們就去產檢的時候 醫生 遇到每一個醫生 他就說你這個要做減胎 他都會叫我們做減胎 這個出頭很多 他現在用 這個 他細很多 對 他們這個出頭很多 然後呢 因為一般人就覺得減 像我那時候 一開始覺得說減胎 那我就減掉一個就好 我留兩個 當時的心情是這樣子 但醫生 每一個醫生都說 不是 如果你要減胎的話 你要減兩個 對 然後留一個 因為我兩個是銅卵雙胞 所以要減 要減掉那兩個 留下最安全的那一個 對 那時候我就想說 可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不能接受 對 我沒有辦法接受 媽媽的愛 我從台中還特地找醫生 這樣一路找來台北 但沒有一個醫生就是支持 醫生也是說 如果你堅持要留下來的話 也是可以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要非常小心 對 到時候我就留下來 留下來之後 我大概懷孕到四個月左右 我就沒有辦法躺著睡覺 我就是坐著睡覺 天啊 對 因為 要坐 為什麼要坐著睡 因為肚子很大 我肚子非常地大 妳不懂 躺著的話 放這邊也不對 對 放那邊也不對 中間那個 那側睡不行嗎 不行 側睡沒有辦法 因為也是壓迫到 所以我就都坐著睡 就一路睡到生 好累 對 就真的是 一路睡到生很辛苦 那時候 因為我後期已經認成毒血了 醫生就跟我說 我七個月那時候已經可以生 他說你七個月 我就幫你安排剖腹 我就說不行 因為人家說 對 小孩子在肚子裡面多一天 比他生出來一天還要好 我就堅持說不行 我要撐到八個月 對 結果我就硬撐 硬撐撐到有一天 就是我產檢完的那一天 已經真的沒有辦法 我當天就掛急診 因為我已經 對 我血壓已經太高了 然後呼吸已經很急促 我躺在手術台上 本來是要半生麻醉 可是那個麻醉師進來就說 不行 他這個已經很嚴重了 他如果不全生麻醉 他撐不過去 要全麻 對 他就說一定要全麻 好耶 所以就生他們三個 真的是很辛苦 太偉大了 對 出來的速度還可以嗎 那時候出來是一分鐘一個 一分鐘一個 對 一分鐘 因為我是婆婦 我不是婆婦搭出來的 OK 對 所以一分鐘一個 老四哭鬧救老三一命 是為什麼有這個詞 因為老三他出生的時候 體重只有940克 然後心 那個心臟的動脈導管又沒有關閉 然後所以很容易缺氧 對 然後結果出院的時候 爸爸就想說剛好那一天 想要特別照顧他 去跟他睡 結果晚上就是聽到那個 老師最小的異常的哭聲 就很尖銳 就是很吵 然後我就餵奶 為他們三個一起喝奶 喝一喝尿布換碗 然後我就想說都好了 我就繼續睡 結果後來我一躺下去 他又那個老師又異常哭 很多輪這樣 對 然後哭到最後我就去房間 我就去看嘛 想說去看一下老三好了 然後我就嚇一跳 因為他整個人都發黑 然後好好看 對 NO 然後要哭 哭不出來 他沒辦法求救 我快點把他抓起來 自己幫他那個急救 我自己幫他一直拍腳底板 然後背 讓他的那個循環回復 然後就快點拍了快半小時 他漸漸就是膚色就 對 就比較恢復 然後隔天就好了 唉唷 謝謝老三 這個聽得好 感謝 謝謝媽媽